好啦 鄉親啊 繼續來看是這個 新的市長 郭鳳安 掌控台北地檢視用貪污水來起訴 說他要把鼻子 衛生紙 衛生紙頂頂的輸人用品 都是拿造理費內買 郭鳳安掌開記者會來回應 說那是造理先拿他負責 輸後都會給他一個行因 郭鳳安又來發完翁 說他根本就沒在喝咖啡 但是想讓網友來捏包 找出一堆他來喝咖啡的鴨皮 說他講白癡 郭鳳安今天又一次 通罵到減風扮男的過程很粗 說他掌控起訴是人生最黑暗的一天 覺得人生中第一次被取訴 真的是一個非常黑暗的一天 郭鳳安在這裡來到公廟拜拜 面對叫他貪污罪起訴 既然說他還沒減兇 再來就是說我們其實在這個被檢得起訴的過程 我希望說還是要看證據頒案 而不是說好像就是像在僑案子一樣 甚至透過媒體這樣子帶風向一直在 好像用一種恐嚇的語氣順我者生逆我者王 好像不配合檢查頒案就是態度不佳 訪問的過程很多市民都來幫他加油 甚至站在樓邊走歪了 還有市民正在市長高峰安都來幫他撈一下 也強調到他絕對沒吃錢 我不喝咖啡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真的沒有必要為了要買一個咖啡機 或者是要去買咖啡去做這樣的事情 不過想不到網友取出這段壓批 這期一直在說不賊 聽說你不喝咖啡嗎 沒有 其實我就是在你們店裡喝 就喜歡上你們家咖啡 如果拿在地店家雙團咖啡 網路店一個茶也有很多他拿咖啡的商品 求網友這期他噴嚇整個不吃嘴 不過對這件事情 不然也趕來替他收藝 市長本身是因為他的體質沒有辦法喝咖啡 那有些人是就看到了圖片就開始補功作業 來看英國紀錄 加基市議員 第0 向檢基社群用人頭早餘做立費 431萬 他沒有認罪 方法尤其道行10年6個月 而今北市議員當中間 一樣 社群早餘做立費5萬 他也沒有認罪 方法行3年10個月 來看今北市議員 破壞中 社群早餘做立費333萬 他有認罪 也把犯罪所得落回來 方法行尤其道行2年 嚇罪5年 定義不用奉罪 可奉安的市長保育前 雖然添不安怕放棄手 讓未來整體肌肉 也對得猶肉 哈囉 我是謝嘉璇 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碼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